北京对美国提出了的新政治挑战 这有点像在你的后院举办一场派对 而不告诉你 然后你听到后院传来音乐声 推开窗户一看 发现自己的邻居在你的草坪上舞蹈 还偷偷给你的狗喂食 然后你想去抱怨 结果发现他们已经把你家的后门锁上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 古巴已和中国达成秘密的原则性协议 允许中国在其岛屿上建立电子窃听站 我想这大概是中国说的 古巴 我们知道你现在手投劲 需要点钱 我们就在你家后院搭个帐篷 放个小音箱 你就当没看见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别告诉美国 好吗 然后古巴就回应 你要见识吗 中国说 就是个窃听站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像个大型music festival 古巴 music festival 那太棒了 我们喜欢music 你要播放什么music 中国回应 主要是播放一些美国的军事基地的电子通信 你懂的 就是那种 无人机器飞之类的深层的电子music 古巴 听起来很有艺术感 好吧 搞起来 然后就这样 中国在距离佛周约100英里的古巴建立了窃听设施 这是多么的近 美国可能会说 我们以前可以看见古巴 现在我们可以听见他们 我们可以听见他们的music 他们的聊天 他们的一切 等等 那是我们的军事电子通信 看来美国需要开始学习用手语了 以免被窃听 或者 他们可以用老式的烟雾信号 这样中国就只能看见他们的通信 而不能听见了 这个事件让我想起一句老话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古巴在冷战时期就曾经是美国的敌人 那时莫斯科在岛上安装了苏联的核武器 这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和苏联最接近和对抗的时刻 也许历史正在重演 只不过这次是中国接棒了苏联 看来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除了古巴经济的复苏 古巴的经济正在遭受通货膨胀 燃料短缺 农业生产暴跌和现金紧张的冲击 所以 如果真的有人愿意给他们几十亿美元 我相信古巴人民会非常欢迎 中国竟然把寄生鞋改名为催生鞋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生育政策即将翻天覆地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新的催生鞋 想象一下催生鞋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生产线的工作岗位 你知道我在说实吗 像是一个在装配线旁边的工人 拿着鞭子 大喊 快点 快点 我们需要更多的婴儿 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不能等待 看起来中国对于人口增长的期待是如此的迫切 以至于它准备将强制生育提上日程 我在想 它可能会引入新的法规 说如果你不生孩子 我们就会给你发一张罚单 或者更糟 我们会取消你的Netflix会员 我可以想象 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型的婴儿制造厂 每个人都在尽力生产 我已经可以看到广告牌上的标语 你的国家需要你 生出下一代的工人 让我们的经济继续增长 而且 你知道什么是最有趣的吗 中国可能会出台一些诱惑人们生孩子的政策 比如 生一个孩子 免费领取一台洗衣机 或者生两个 我们就送你一辆汽车 这样看来 中国可能正在研究新的政策 以鼓励生更多的孩子 但是 我想说的是 只要我们能得到Netflix免费会员 我想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闻主播亚力 我们每天在这为你提供中国相关新闻的一站式服务 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认真阅读并回复大家的评论 美国国会民主 共和两党参众议员要求禁止香港特首里加超入境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7日表示 中国政府近来针对美光 得勤等五家美国公司进行审查或封杀 只针对美气不会发生在他国企业上 这从本质上是政治性的 是报复行为 他表示 美将予以反击 并指出美国阵限制美气对华出售先进半导体等技术 以免中国军队占据优势 美国会两党参议员周三在一场听政会上呼吁欧洲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 应对中国威胁 参院外委会民主党人沙欣 金赛兴 说 我们必须与盟友团结 保护我们的经济和共享的价值观 委员会共和党人里科特P.Riggetts 认为 主张加强与中国外交接触和经济联系的政策是个重大的错误评估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首相苏纳克6月7日观看了华盛顿国民队主场的一场棒球赛 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白宫隆众欢迎苏纳克 两位领导人就乌克兰战争 中国 经济安全以及对人工智能实施监管上如何进行国际合作进行深入的讨论 法国议会报告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干涉法国内政 欧洲联盟一项调查显示 多数欧洲民众是中国为重要的经济伙伴 即便他们认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具有局限性 欧洲民众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提出的 与中国要去风险化并不买账 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对手 竞争者和伙伴 但对欧盟民众而言 中国首先是一个必要的伙伴 尽管如此 很多欧洲人并不赞同中国在他们的国家购买港口 高科技企业或媒体机构 在德国 持这一立场的人占比为70% 高于欧盟各国的平均水准 这个调查最重要的发现是法德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相当负面 只有31%的法国人和33%的德国人将中国视为伙伴 而50%的德国人和41%的法国人将中国视为对手或敌手 美国人4月份从海外进口了更多商品 同时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降低 这是今年春季美国经济势投强劲的另一个迹象 美国进口自中国的商品所占份额降到了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近年来 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已经增长 以满足对海外产品的正常需求 中国5月对美国出口下降18% 降幅比4月扩大 连续10个月同比下降 对东盟的出口减少16% 对欧盟减少7% 按产品来看 汽车出口增至2.2倍 与手机 服装等形成对比 纽约成为外派员工生活成本最高昂的城市 2023年ECA International生活成本的研究显示 纽约已超越香港 成为对外派员工而言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 而租金飙升也让新加坡机身前五 通胀飙升和住宿成本加大 被认为是纽约排名榜首的原因 日内瓦和伦敦分别排三四位 与日本相关的活动在中国相继延期或缩减规模 在大连 日本北九州市场的访华计划被迫取消 在北京 有关日本的活动也出现延期 松下接连出售中国四家冷藏和空调设备业务公司 最近把设在大连市的松下制冷出售给了大连冰山集团 这是松下在大连出售的第四家同类公司 这有可能是受到提及台湾问题等的七国集团峰会 G7广岛峰会 导致中日关系冷却的影响 韩国6000亿医疗机器人技术被中国籍研究员窃取1万多件 韩国警方7日称 已涉嫌在韩国活动 并将1万多件尖端医疗机器人技术文件转移到中国未由 逮捕了40多岁中国籍研究员AMO移送到检察机关 其窃取技术是机器人相关核心技术 AMO还拿到中国政府海外人才引进项目千人计划支持 中印两国最近几乎驱逐了双方全部驻战记者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是印度首先使用签证作为武器 实际上 北京已记者签证为武器的势力颇多 中印媒体交流中断 双方都难辞其咎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 Supramaniam Jason Kerr 6月8日说 印度和中国目前在边境的区的僵局不符合双方利益 两国必须找到一种脱离冲突 Disengagement 的途径 中印边界争端已持续近三年 且仍无撤军迹象 美国 台湾和日本将共享海军无人侦察机的实时数据 以帮助台湾及其邻国更全面 实时地掌握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上的活动 台湾外长吴钊谢将访问欧洲 并与捷克总统一同出席活动 台湾高雄市的三名高中最近在校内设立气枪射击练习场 学生们参与射击练习 模拟开军机等 高雄教育局的官员说通过这个活动传递保国未明的观念 有学生表示通过训练对全民国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表示中国是不守信用国家 北京想看到一个没有港人的香港 港府申请对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禁令后 该歌曲近日在网络平台的下载及搜索数激增 至7日中午 该歌曲不同版本占据了 iTunes平台港区排行前10名中的9个位置 Google YouTube平台的搜索及下载数也远超以往 有学者称 港府强硬打压只会适得其反 越是近 歌越红 华尔街日报 报道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一名前高管于 IntelU 英译 在一份法律文件中称 该公司党委2018年关注香港反送中名全活动人士和抗议者 曾访问了TikTok香港用户数据 查看TikTok上包括他们的网路信息 Sync卡识别信息 IP地址 交流信息等数据 在TikTok上传与香港示威活动相关内容的用户 会被该公司识别和监控 字节跳动发言人否认指控 称其未毫无根据 泰国人气偶像团体Bilken & PPKRIT BKPP 6日晚在香港举行粉丝见面会 见面会主持人发表涉台言论 粉丝其喊中国表示抗议 见面会主持人在发言时将中国 台湾和香港并列提出 台下不满的粉丝大喊 台湾是中国的 中国敢于发声的文化界人士 频频遭到当局无理由边控 出版过敏感书集 而遭到中共当局封杀的作家张仪和 近期被禁止出境 疫情后中国恢复实行 144小时过静免签政策 可入境逗留罪长6天 有人为省下半签政时间选择了此方式 新加坡旅游业者指出 疫情后确实有客户这么做 而包含的中国城市包括15个 中国正在进入失去的10年吗 中国经济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在巴伦周刊的评论中 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可能已经到头了 中国的经济繁荣也就这样了 中国四大银行房的产不良债权 增60% 日经汇总了在香港证交所上市的 32家中国主要银行财报 截至2022年底 四大银行面向房地产业的 不良债权于额比上年增长60% 最近10年来最高 地方银行业也形势严峻 世界范围内对方的产投资的警惕加强 6月8日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回应政府要求 奉旨降息 下掉一系列存款产品利率 今年5月初 也有三家股份行曾集体下掉了存款利率 为了赶上利率下掉前的末班车 一些中国年轻人奔波到另一个城市存钱 诞生了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词 特种宾式存款 中国市场汽车销售在5月份继续成复苏泰式 新车型的推出以及经销商和地方政府提供的 购车优惠和鼓励促进了购买 中国陈联会表示 5月自主品牌国内零售份额升至50.3% 自主品牌在新能源市场获得明显增量 天津市京南区一个大型住宅区 自5月31日开始出现道路下沉 建筑物墙体开裂异象 一状25层的公寓整状楼都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倾斜 4000多名居民紧急撤离 全国依卷的作文体引用了两段习近平的讲话 包括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 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 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 微博上的许多相关评论都被过滤了 有评论写道 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中国风采 还有评论称宇文作文被政治侵蚀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速递 希望你们喜欢 记得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保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